道香村吉星路段是吉安鄉重要的通行路線 为了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吉安鄉特别执行道路提升品质工程 日前完工通车了 乡长游淑珍和立委孔文吉 也特别到现场来关心施工成果 道香村吉星路段是吉安鄉重要的通行路线 为了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吉安鄉特别执行道路提升品质工程 从吉星路一段与中山路三段口往南至岛乡路口 重仓1446公尺 总经费1200万元 而这项工程在日前已经完工通车 谢谢今天孔文吉立委特别校乡到吉安来 在110年8月 他非常的倾听地方的意见 来到吉安鄉公所 召开所有的乡民村民的意见 也融合了我们所有的建议 在整个建设的工程以及部落的一个服务都完成到位 今天我们来看了吉安在黄温市场前最重要的吉星路 高频率的使用的地段 还给乡亲一个平安幸福的一个交通安全 谢谢我们工作团队能够在这么快的时间 把这个路面品质做好 那刚才这样走一走 觉得我们这个路面已经很坚固 很厚实了 然后也该我们跟商家也都非常的满意 所以我非常高兴 这个工程能够终于落成了 希望这个工程会给我们吉安乡的乡民 带来很大的方便 吉安乡长游淑贞及立法委员孔文吉 在建设客长吴英玉的陪同下共同到场会刊 关心路面的施工成果 而孔文吉也表示 愿意持续为各项正式做好建设经费需求的争取桥梁 共构式性优质抵防建设 让民众幸福有感 记者 徐丽晴 简安乡报导 OK OK